大家好,我是狗币小王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容易被错过的 1999年经典老电影《爱情麻辣烫》 别看着名字听着很烂 海报也丑得不得了 其实是个好片子 真的是被名字跟海报给耽误了 电影一共有五个小故事组成 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声音这一段 女主还是高圆圆 她清纯的形象饰演女大学生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还是她的营运触风 故事开始 王爱是一个匆匆少年 她喜欢生活中的各种声音 比如火车开过的轰隆声 自行车的铃声 小鸟的叽叽喳喳声 她会用录音机录下来 没事放给自己听 直到有一天 她听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声音 那是和林同学 在课堂上朗读的声音 王爱也偷偷地录了下来 她穿着又白又干净的裙子 有着无一伦比的美丽 不知怎么的 王爱感觉被她的声音迷住了 其他的声音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这种感觉她也是第一次有 王爱被和林的一举一动吸引着 她的每一种声音都不想放过 于是捕捉她的声音录下来 存在了心里 王爱在游戏厅遇到了她 提前按下录音键 然后热情地向前打招呼 后来他们一起写作业 其中一个同学去买冰淇淋的时候 给了两人独处的时间 王爱鼓起了勇气和爱玲搭了几句话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可以啊 你喜欢这首歌吗 喜欢呀 真的喜欢 真的喜欢呀 怎么了 没事 今天你穿的裙子真好看 气氛突然变得尴尬起来 何灵害羞地被脸转过去 回到家后 王爱就单独录了一句 你喜欢和我在一起吗 不知道录了多少遍 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然后把这句和何灵的声音 巧妙地剪辑在了一起 你喜欢和我在一起吗 喜欢呀 真的喜欢吗 真的喜欢呀 怎么了 听着自己的作品 王爱莫名地开心和兴奋 似乎和那个她 有了一种微妙又微不足道的联系 后来何灵发验自己的笔盒里 多了一盘磁带 上面还写着千万一个人听 何灵知道是王爱放的 很疑惑地回头望向了王爱 搞得她都不好意思了 第二天周末的清晨 何灵听着王爱的磁带 这盘经过剪辑的磁带 是个特别的礼物 也是最长情的告白 何灵被击中的内心魂不守舍 连吃饭的时候都在发着呆 爸妈都看出了她的意样 何灵满脑子都是磁带里的声音 明天就是星期一了 那条白色的裙子 何灵已经整整齐齐地叠好了 晚上听着这盘磁带 甜蜜蜜地睡着了 妈妈看孩子睡着了 过来帮忙收拾路人机 于是看到了这盘磁带 第二天 何灵的妈妈把磁带的事 告诉了学校 老师叫来了王爱和他的爸爸 老师还蛮开明的 说要科学的引导 可是王爱的爸爸 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转眼就把孩子所有的磁带 全给踩了 王爱远远地看着这一切 磁带碎了 心也跟着碎了 他内心是无处发泄的愤怒 这愤怒还分了何灵一半 认为就是他打的小报告 何灵那边也不好过 正和妈妈生着闷气 王爱看到何灵 就生机的跑开了 何灵原地处着 委屈的都快哭了 一天 教室搞大扫除 王爱撒水 不小心撒到别人腿上 抬头一看 居然是何灵 王爱干脆把水全泼了 好回避他 出去打算再接一盆 接到水上楼回来 刚进教室时 就被何灵设置好的机关 倒了一头的碎尺 手里的盆也掉地上了 抬头一看 面前是正哭着的何灵 他用这种恶作剂 来表达自己的委屈和真心 王爱愣在原地 不知道该说什么 大扫除旗帜已经结束了 教室里只剩下他们俩 王爱一直不知道何灵还是否怪他 但是那一天何灵从操场中走过 清纯的一塌糊涂 就像他穿的白色的裙子一样 王爱远远地望着 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 故事结束 青春是明媚的阳光 因为蠢真而美好 又因为不成熟而留下遗憾 电影另外四段故事 分别讲的是人到青年 中年和老年的恋爱故事 人生各个阶段 就像这麻辣烫一样 有着酸甜苦辣 感谢你的同学可以看一下哦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吧